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薇琪 哈喽 我是肯尼斯 哈喽 我是乔伊斯 嗨 矽谷月老第一集推出之后呢 我们收到听众热烈的回响 有人反映我们讲得太保守 太政治正确了 显然有很多雷达敏感的听众 听出了弦外之音 想听更多最真实版本的奥K吗 闲东闲西 意见一堆 都是累的错 不觉得自己有哪里需要改进 让人想翻白眼的事迹吗 请加入我们会员限定 即可享有无码版本 好 开开玩笑而已啦 另外还有不少人赞叹于肯尼斯 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花了很多时间持续和客户沟通 考虑到客户细腻的心思 然后再慢慢调整活动方式 不过肯尼斯表示呢 其实会被讨论到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案例 大部分的客户人都很好 也会给很多暖心的feedback 所以做起来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如果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想试试看的话 欢迎追踪矽谷月老的Facebook page咯 对对对 至少很多东西是 你真的跟这个人讲过话 然后无论是视讯上见到面 或是实体见到面之后 那个感觉才会出来 这种感觉也会比较准啦 就是比起说大家在文字聊天上面 然后有各种小剧场跟各种误会 我觉得实体见过面 如果真的没戏的话 那我也是认了 因为我自己觉得 就是没戏啦 你如果实体见到这个人 你都觉得没有戏的话 那不可能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对这个人产生 产生兴趣嘛 但是我自己是之前 我自己之前是听了很多case 就是说可能很多男生或女生 在dating app上面 可能文字聊天聊不起来 而没有互相认识 我自己就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有时候是 男生跟女生对于 在dating app上面match之后 多久要约出来这件事情 可能没有一个共识 所以可能会造成就是说 好像男生会怕说 女生会不会觉得男生不应该 那么快就约女生出来 女生有时候就会想说 男生到底在干嘛 为什么都不约 是不是他对我没有兴趣 然后所以就不跟这个男生 继续聊了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 这个线上文字聊天 有太多太多的小剧场 对 因为比如说像美国这边的习惯是 你这个礼拜跟这个人match 然后如果对方有回应你的讯息的话 基本上就当周的周末就约出来见面了 但是可能对于台湾男生或女生来说 这样的速度可能太快 或者是说 我上次在clubhouse有碰过一个 刚从台湾过来的女生 她说她会想要在dating app上面 跟这个男生聊一个月之后 再跟这个男生见面 这个是她觉得她舒服的速度这样子 但是这听起来 在我们这种在美国待一阵子 或者是说对于使用dating app很久的人而言 因为dating app上面诈骗太多 然后文字聊天也非常耗时间 所以大家都其实到最后都会选择 就是说如果还算聊得来的话 只要对方不要太夸张 其实都会想要 那个周末就直接跟对方见面 来确认一下对方是真的是真人 不是诈骗 没有要叫你去买什么比特币啊 或是做投资 对不对 然后是个正常人 然后看一下这个感觉 那其实也很多人他们就是 可能是现在的约会的这个步 这个节奏比较快 通常人都是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第一次约会 就决定说他对这个人有没有兴趣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就直接say no 我们就是oh let's move on 发一封感谢对方的简讯啊 谢谢你花这个时间陪我聊天啊 然后我觉得你人也很好啊 但是我发现 人也太好了吧 通常不就ghosted 就消失啊 也太有品了 还传简讯给他说你人真好 我讲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有礼貌的做法 对 但是我是推荐所有听到这个 我是推荐所有戏谷的男女 或者是任何使用dating app的人 就是当你决定要move on的时候 我都非常建议你去传个简讯 让对方知道说 oh let's move on so we are not a good fit 我们彼此不适合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可以再继续前往人生下一步 因为有时候这也算是一种仪式吧 就是你做了这个仪式之后 可以帮助你跟对方都能够更好的 然后用一个更健康的心态 用一个很好的心情去认识下一个人这样子 我觉得是因为 戏谷越老做的是 等于是至少你有五度连结嘛 那如果做这件事情 就是等于是把后面收尾做比较圆满 但如果用dating app的话 可能你这辈子永远都不会遇到这个人啊 所以大家当然是消失的比例就很高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很难说 湾区就是人太少 特别如果你是 就是目标就完全是放在台湾人身上的话 就是非常容易就是 可能我跟这个人就是match过 然后我的朋友可能就 下一次就是跟我朋友match过 然后我们可能会就互相聊天 交流一下 对没错 或者是我就可能跟他说 哦我上次跟他出去啊 我上次跟他聊天啊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在这边其实 要好好建立自己良好的形象 对因为我永远不会知道说 到底会不会那是谁是谁的朋友 其实四股台湾人的圈子是真的很小 然后基本上你随便点一个台湾人 他跟你之间都大概是 十个或二十个共同朋友起跳的 对那当然这也是我想要做 矽谷越老的一个契机啦 就是说其实台湾人在 Dating App上面 在矽谷这边要 你要在Dating App上面看到台湾人 其实是还蛮困难的 因为大部分主流的Dating App 它的filter 它的这个过滤的选项 都没有台湾人的选项可以选 顶多可能就是让你可以选个 Asian吧 可以选个亚裔这样子 对那通常不太会有 台湾人可以选 曾经有人跟我推荐过 有一款Dating App 有这个选项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不是大家 well know 就不是大家众所皆知的一个App 对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台湾男生 或是台湾女生 在Dating App可以在上面找到 讲中文的约会对象 通常都是中国人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自己做矽谷月老这个project 主要就是还是想要帮助 台湾人之间可以互相认识 虽然你的名字是矽谷月老 但其实全名是 Taiwanese Matchmaker In Seekang Valley 对 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的这个产品命名的逻辑 其实还是蛮台湾的 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就是 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但是英文的话其实就有点长 就是一个是一个很绕口的名字 对不对 但是它也很白话啦 所以对于就是其他ABC或是ABT 都可以知道说 OK我这个就是 For Taiwanese的project 我觉得名字学蛮好的啊 没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就正在划你的那个Instagram 因为你上面会发一些 你的随笔记事嘛 我觉得有一则很有意思 就是你最近调查的 就是Dating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Dating App你又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对 就之前呢 肯尼斯在他的矽谷月老本专上面 问了他的朋友这个调查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觉得Dating是什么意思呢 是约会呢 还是交友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Dating App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是约会软体呢 还是交友软体 然后答案非常的有趣 你要说吗 还是我顺便帮你讲 你可以说啊 你可以说 好那结论就是呢 有80%的人呢 觉得Dating是约会的意思 但是呢 如果是Dating App 只有35%的人觉得是约会软体 65%的人觉得是交友软体 好 那我可以讲一下 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个调查 因为之前有一个矽谷月老的客户 跟我抱怨 就是说 他觉得他回台湾的时候呢 遭遇到了一些事情 然后呢 让他觉得有点气馁 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对 对他来说 他是要找伴侣 所以Dating App 对他来说是一个约会软体 然后呢 他在上面就是想要找女朋友 OK 好 那他觉得说 他约了很多女生 就是说 当他想要 就是可能更进一步的 想要跟这个女生 发展出一些 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时候呢 女生可能就会打枪他 说 我来Dating App 这是来交朋友的 不是来交男朋友的 就是不是来谈感情的 然后就让我朋友就觉得很错 我想说 难道台湾女生在用Dating App的时候 不觉得这个是在找男朋友 交友的软体吗 那就让他非常困惑 那就刚好他就点出了就是说 因为Dating App在台湾 通常翻译是翻作交友软体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可能很多人在讲交友软体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到就是说 交友是在交女朋友 或在交男朋友 就是一个让你可以在上面约会的软体 反而是很多人的解释会变成说 交友软体 那就是纯粹交朋友啊 对 那对于某些人在上面比较急躁的 比如说他想要 很快的要发展出一段关系的人来说 他们就会遭受到这些人的白眼 就是说 这明明就是一个交友软体 为什么你们那么急着 要想要交男朋友或交女朋友呢 这样子 是有很多因素 就有可能是他心里就是抵抗承认 那是个约会软体 然后不然就 因为如果你承认了 好像都没有在上面找到对象 我觉得会有点难过吗 对 讲到这个就是 我想分享一个我在PTE看到的故事 然后就是这一篇分享的人 他是一个男生 他住在台湾 然后他当时呢 就透过交友软体 认识了一个从 欧美回来 他其实是从美国 然后回到台湾 就是暂时 就是稍微待个几个月 但他 最后还是会回到美国的一个女生 然后当时呢 他的标题就是 其实我没有记得很精确 但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他女友怎样怎样 然后想要寻求大家的 就是意见这样子 然后进去之后呢 就是他可能就稍微形容一下说 他女友是什么什么情况啊 然后他就觉得说 这个女生为什么跟我交往之后 他好像就是没有把全部的心思 放在我身上 他可能好像还是会想要 就是使用交友软体啊 或者想要认识更多新的人啊 什么的 对 然后后来呢 就会发现下面有一篇推文 就是在讲说 哦 这其实是台湾跟美国 就是我们在dating 这件事情定义上面的不同 就是其实在这个case呢 就是总结一下 就会变成说 其实对这个美国女生来说呢 算是进到一个exclusive的状态 然后所谓的exclusive呢 就是我跟你一对一的继续约会 但是我们还不是成为男女朋友 但是呢 对男生来说 这个就是台湾所谓的交往的状态 所以他们一定是男女朋友 但是对女生而言 他们还不是男女朋友 他只是 我只是继续跟你约会 可是我还没有死会 嗯嗯嗯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老本人要不要稍微讲一下 就是两边的那个文化的差异 哦对啊 就是其实我自己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dating app 还没有很盛行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 因为对这种dating app 蛮有兴趣的 那个时候还在这个老婆的面前 就是下载了Pectar 就是拍拖的这个dating app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里面 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 当然后来就在老婆的监督之下 把这个app给删掉了啦 对 不过那个时候其实还 dating app在台湾 其实还没有很风行 所以我也是 最近才从朋友的口中里面 知道大概 dating app上面的文化 是怎么样子 那就如刚刚乔医师所讲的 就是大家在dating app上面的时候 其实会大概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当然就是 open的relationship 那就是你就是可以自由的 跟任何人的dating 那你跟任何人 都没有任何的承诺 没有任何的commitment 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你有找到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对象 然后你们也约会的经验也是蛮不错的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有一方提出说 那我们是否可以进入exclusive的relationship 那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真正的进入一段关系 只是 暂时我们不再见其他的人 暂时不跟其他人dating这样子 OK 但是还没有进入关系 还不是男女朋友 那是到最后就是 当你们两个exclusively的dating 然后呢 到觉得 我们可以真的是跟对方在一起 然后可以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 才进入relationship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其实台湾 男生女 女生其实都是 就是大家对于成为男女朋友 这件事情其实都很谨慎 谨慎到说 我觉得有点 稍微有点交往过正嘛 就是因为太谨慎了 以至于很难把自己的心给打开 也很难去喜欢上一个人 那甚至是 让自己错失掉一些机会 那我自己是觉得蛮可惜的啦 那也许就是说 如果能够也学习 像美国这样的约会文化 先试着 没有说要交往 但是先试着进入这样一对一的 exclusive的relationship but not in the relationship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也许是个不错的尝试这样子 前面我不是有一些 那个CCR主题吗 然后也是有聊到这个 我的朋友他们date的对象 都不是美国人嘛 都是欧洲那边 还有拉美人 听起来阶段性还蛮一样的 其实会进入那个 exclusive dating的阶段 还蛮快的 可能不到一个月 就会进入那个阶段 但是呢 在接下来这个月 就是也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就分道扬镳 对 然后到那个真的成为couple 也可能很久 但通常其实他们很快 就会进入 我不会再去见其他人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 只是在dating的状态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人 在这方面的速度 其实就真的是 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慢很多 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跟一个中国人date 大概date的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他们就决定要交往了 我朋友的观察是说 好像中国女生 他们都会愿意 在前几次约会的时候 就跟这个男生开始交往 然后成为男女朋友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也蛮好的 就是说可以很快的 赶快观察这个男生 到底是不是 到底两个人适不适合 那如果在一段感情关系里面 发现这个男生不适合的话 也许就很快 很快就会分手 然后再去找下一个人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也是算是一个 蛮不错的方式 因为当你拥有了 大量的 就感觉就很像说 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 会有个行销的漏斗 会有个芳怒 那你如果说可以让更多的人 进入到交往这个阶段的话 你就可以越知道说 谁是适合你的 然后谁可以跟你继续发展到 更深一层的关系这样子 对啊 而且如果说 你一直都停留在 我们只是出去一下 只是出去 在你心态上 你也会很难用 我其实是很快就要跟这个人 有可能会继续走下去的心态 再了解对方 因为讲好说 我们进入这个 认真Dating的状态 你才可以比较好的 去了解说 对方如果作为一个 情人的话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不然的话 就会一直停留在 我们就聊一些 聊得很开心啊 你每天过得怎么样啊 就这样 可是很难进去 再进 继续聊一些 比较深入的话题 对 我觉得心态 真的蛮重要的 因为就是当你进入 exclusive 甚至是交往的状态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比较容易会去到 对方的家里 然后你可能才会了解说 就是这个人 就平常生活 起居是怎样 你可能就是 例如说 就现在大家可能还在 Wood from home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在 某一个人家里 然后就一起工作 然后我可以 跟大家一起煮饭啊 然后吃个晚餐啊 然后最后才回我家 然后或是我们会安排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 就是 day trip 就是一日的那种出去旅游的行程 就是这样子的过程 我觉得是 更容易去观察到说 这个人是不是平常 有一些生活上的小习惯 是你不能接受的 或是你 就是慢慢认识 之后才发现说 这个人上有很多优点 是你在一般就可能吃饭 或是喝饮料啊 这种 很短暂的行程里面 是看不出来的 我想要再延伸一下 就是说 关于速度这件事情 我们那个时候 跟那个东岸的DC姐姐们 就是开clubhouse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点吓到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就会聊到说 他们在跟当地的美国人 或者是跟这边的人 在约会的时候 可能前面五次约会之内 就会发生比较亲密的关系 然后我们那时候听到 其实都有点惊讶 那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好像不限于东岸 好像只要跟美国人dating 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甚至是上一次 有听一个朋友说 他跟这个美国人约会 然后可能美国人第五次 才提出要发生亲密关系的 这个请求 那他的朋友听到之后 说第五次才问你 那他已经非常尊重你了 通常可能第二次 或第三次就会发生了 然后我们听到之后就觉得 原来那个美国人的速度 就是当地人是这样想 对对对 我觉得还蛮看人的 因为至少我的朋友 我在台湾的朋友 就是女生 不止一个 他们也是会可以接受 五次以内吧 我觉得就是你习惯文化是怎么样 OKOK 好那可能是我少见多怪 对不起 不过就是讲到说 就如果说你是一个 自认为你是速度比较慢的人的话 就是也有一个朋友 他有提出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建议 就是当你使用 Dating App之后 你可以直接把你 很Care的事情 就写在你的 自我介绍上面 比方说你就是很 很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很快速要进入 亲密关系的状态的话 那你可以就在你的 自我介绍说 哦我是一个 比较慢熟的人 所以就是我们 约会的速度会 放得拉得比较强 时间会拉得比较强 这样子 那对方如果就是 会按你喜欢的话 那就代表说 他其实也同意 跟接受这件事情 他会慢慢的 就是跟你 先聊天 然后吃饭 然后可能出去玩 然后见了好几次面 然后才会 真正发展出那段关系 刚刚那个 可妮斯也有讲到一个 Final的概念 就如果说你越快 跟这个人进入到 某一个阶段的话 你会掉进那个漏斗 下面的人就会比较多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除了 你要赶快进入那个阶段 你才可以更了解彼此之外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你不 也不能说以量取胜吧 就你见多试广 你自然就会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什么对象 然后又比较确定 自己的心意在哪边 所以就是像我刚刚讲说 在台湾的朋友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也是 很快的见面 然后基本上就很快 match到很快见面 很快进入下一个阶段 那所以他们在 见多试广之下中 虽然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 不过我刚刚讲的例子 就都有找到对象 然后就结婚了 所以还是 很多时候还是还蛮看 有没有 在外面先看看这个世界吧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你也不会知道说 其实我是可以习惯 这样相处模式的人 所以我也是 可能这种人 其实对我来说 也蛮幽默风趣的 因为不然的话 除了长相啊 或者是一些 那种金钱这种 比较容易量化的东西之外 那种什么幽默风趣那些 其实都很难 你要怎么形容你喜欢的对象 其实都非常困难 而且这种东西 别人没办法替你体会 就只有呢 你如果都认识了更多人之后 你才会渐渐发现 哦 这个就对了 就有一种就是 可能就click一下 就是这个人的感觉 其实我是蛮认同 以量取胜这件事情 因为 当然我们刚刚前面 讨论的例子 可能有点极端 那这边并不是说 要鼓励大家说 要很快的进入一段关系 然后或者是要很快的 去发生一些亲密关系 但是我觉得至少 单身的人 无论是在戏谷 或是在台湾 或是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可以先做就是 你必须要先 大量的认识朋友 如果你是一个 想要找对象 但是又苦于 找不到适合对象的人的话 那我真的第一个建议 会建议说 先广泛的认识很多人 我觉得这个是 扩大你的这个 漏斗的第一招吧 就是增加广告曝光的意思啊 对 触及率先提高 你才有办法去 对才有办法 带那个提升你的点击率 没错 对 刚刚就是讲到就是说 当然可能我们的文化 约会文化 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嘛 那其实我之前有跟一个 曾经在南加 当过月老的一个朋友聊天 然后他说 其实南加跟北加的 这个约会文化 就是也蛮不一样的 他讲了一个点啊 就是说 因为北加这边 多半都是工程师 然后大家其实都比较害羞 那在穿着上呢 大家的确都穿得 比较保守一点 然后呢 依我的观察 也是这样子没有错 基本上 这样子看下来 我好像没有看过 有人穿那种 胸部或是背部 或者是腿部 有露出比较大片 面积的服装 这样子 大家都穿的 其实都是蛮保守的服装 男生也很少会穿那种 就是露出比较大片 肌肉线条之类的那种服装 就真的很少 但是好像据说 我朋友他在男家 办这个实体的连衣活动的时候呢 女生在露的话 没有在跟你客气的 男生呢 在展现身材上面 也都是非常精彩的 我朋友的论点是说 这个约会联谊嘛 这还是要靠一点 受性的本能这样子 一定是 他那个男家 那群人是台湾人吗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是台湾人会有同侪压力 因为要是我的话 就我也会怕穿成那样去 就别人可能在背后讲说 哎呦 穿成那样是要来干嘛 联谊不穿的 啦 就是联谊啊 我的意思说就会自我审查啊 就是你会预期到说 这个团体是台湾人的团体 然后我就会预期说 我不能这样子穿得出去 但讲到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最后一次 应该说 就是这几次实体活动 给我的感觉是说 有时候女生不一定要 就是要什么 要露钩啊 要露腿啊什么的 有时候是你把一个 就是你整个人穿得很有精神 或是很亮眼 或者是穿上适合你的 合身的衣服 其实男生不见得一定要说 我要看到你的胸部 或什么的 你可能只是 稍微露个脚踝 稍微露个锁骨 然后但是 我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 然后你整个人看起来 是非常有能量的 他就会觉得说 哎 这个女生 就是 呃 让人觉得很舒服 然后让人觉得很有精神 会让我想要认识你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不见得是 你露出多大片的肌肤 不过 因为刚刚开始 就是讨论那个约会 或是联谊的 像是tips嘛 或是心法 但我还是还蛮想要讲一个 就是 其实老实说啊 就如果说 你是在市场很popular 就是可能长得 长得很漂亮 长得很帅 肌肉很大 身材很好 基本上这 基本上这些东西呢 什么tips 对你来说 当然都是没有用了 因为你不需要 那所以这些tips呢 当然是 讲给 呃 可能 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啊 或者是 真的不太知道 从何下手的人听了 因为我就在想说 要聊什么样的内容 大家才会有兴趣 或是喜欢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经验 不一样嘛 或是说 呃 你见多试广 或是你没有 没有见多试广的程度 也不一样 所以我就想说 会不会 有些讲得太浅了 也会讲 有些讲得太偏激了 但我只是想说 反正 就大家都知道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 外在条件很好的人的话 这种东西 你根本不需要tips的 就 所以现在讲的这些可能是 总是会有大部分的 都是需要这些 要 我觉得 爱情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呃 他不是 他没办法被复制 他比较不是一个 公司化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 他也没有绝对的对于错 所以任何经验 任何 呃 未知 或者任何地方的人 他都可以讨论爱情 而不会完全错误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是聊感情 最有趣的地方 我想再延伸一个 就是刚才讲 这一些小tips的点 就是因为刚办完一个 线上活动嘛 然后 呃 就其实 因为这个线上活动呢 前面是 有老师会教大家 怎么穿衣服 之类的 然后所以就是当时 就我也稍微观察了一下 就是这些参加的人 就是他们 虽然是线上活动 但有没有就是稍微 发展比较有精神 或是他们有没有跳下 呃 呃 家中的背景之类的 因为其实 我记得月老在 通知大家 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有事先提醒大家说 呃 你可以先 找一个朋友 试试看说 你现在视讯的位置 灯光效果怎么样 然后就是 例如说脸会不会太黑啊 太暗啊 然后或者是 根本看不清楚啊 然后你要穿什么衣服 看起来是比较上向的 对 所以我当天就稍微观察了一下 就确实会有一些人 他们是穿的比较居家的 就是因为当 当天是礼拜四 所以其实是 每个人都是上晚班 之后晚上 就特地拨时间来 其实也无可厚非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哦 这些人真的穿的 稍微居家 然后有一些人 可能是他的打光效果 不是很好 就是他可能 肤色的色调 会变得很奇怪 可能变得比较红 或是比较苍白 然后有一些人 他可能家中的背景的话 就是会让人觉得 哎 这个 这个尺端 很像是那种什么 呃 你以前在台北租 然后租到那种 稍微老旧一点的地方 然后是白色的 一块一块尺端 很像在 呃 就是厨房啊 或者是浴室 比较常见的那种 对 就是呃 我也不是说 大家一定要一貌取人 而是说 这是会 至少都会稍微影响到 别人对你的低音像 或是我看不看得清楚 你这个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之类的 就是有没有用心吧 所以现在也很多服务是 整个改造你的 呃 外形吗 因为有时候其实只是 一点点小改变 就会差蛮多的 对 比如说 我可能修个眉毛 或是 不过眉毛可能只有女生 会注意到啦 但是 这是一个举例 就一点点东西变了 就不一样了 对 像我觉得 我就蛮推荐男生 如果 即使是参加线上的 这种 就是联谊活动 你可以穿一件 有领子的衣服 看起来 就还蛮有精神的 就是你其实也 不会看到下半身 就是只要上半身 穿是有领子的 然后记得 就是那个灯光 就是不要让你看起来 油光满面 其实这样就还蛮好的 说到上半身 我好像不知道在哪里 最近看到一个 他说 呃 还有那种约会 破变的问题 是讨论那个 下半身 要不要穿上裤子 都叫什么 好吧 这太闹了吧 对 我from home的讨论这样 好啊 那肯尼斯 还有没有什么 要补充的 最近办活动 今天也好 或是身为 戏骨月老 想补充的 我们是不是 其实应该聊一下 那个啊 就 大家很难 降低标准吗 放宽标准 讲到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说 这真的很难讨论 因为 因为我觉得 一不小心 你就会有点针对谁 这个见戏很难 对 其实但其实不是 单身的人都会觉得说 你们是不是在检讨我 就是说 当我们在讨论说 为什么 单身的男女这么多啊 然后 我觉得很多 大部分的人讨讨论 就是如果没有 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很容易结论会变成是 啊 这些人没有找到对象 都是因为太挑 对 然后呢 就会让这个单身的人 会觉得说 现在是怎么样 单身是有罪吗 现在是要像单身动物园 那样子 就是单身45天 就要被变成动物吗 对 然后 通常就是大家会比较反感 然后 也很多人 他们是一直抱持这样的信念 觉得说 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去 改变这些人的 所设下的条件 或者说 我们要去教育这些人说 啊 你们不要这么挑啦 就是 你们有降低标准 然后呢 去找 找一个 在这个标准 在这个pool里面 最好的人就好了 这样子 对 我觉得大家难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现在就很克制自己说 我不要去judge这些 还在市场上奋斗的人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 得标准 很辛苦 但 对对对 就是说 我不觉得说是他们标准的问题 因为 有时候就是说 我如果帮他们设身处地去想的话 那我也是可以同意 就是说 好 那 就是如果是我自己 自己的话 可能 我也不是说 每一个女生我都喜欢 我可能就是也是只有 觉得一两个女生 是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 可是这一两个女生 可能也不会喜欢上我 所以呢 变成是说 我如果还在这个单身市场里面的话 我也是可能需要找很久 所以 我觉得是说 大家也不要 这么的 苛责 还留在市场上的人 因为 每个人的际遇 跟每个人的缘分 其实都 不太一样 那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说 也许有 有些人 他真的是有些地方 他可以去做一些改变的话 那也许用一些比较委婉的方式 那 告诉他 那 当然 我有一直在想说 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变成一个收费服务啊 因为 我觉得 就是人嘛 就是 如果免费跟你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你一定是觉得说 哇 你是在 转个什么啊 转个二五八万 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检讨受害者呢 奇怪 肯尼斯 你长得很帅吗 你穿衣服很会穿吗 你有很会聊天吗 好像都没有啊 那你凭什么来跟我讲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我把它变成是一个收费服务 比如说你可能要花十块美金啊 或是要花五百块台币 你才能够听到最真实的声音 那这个时候你讲的在 你讲的很真实 很残酷 对方 是感动落泪 哇 我花了这个钱 居然可以得到这么真实的回馈 真的太感谢了 好值得 花的最值得的五百块 所以 那个有在听的客户们 如果你觉得 就是我 我没有跟你讲真话的话 请你就是自己汇钱到我的户头啊 我会跟你讲 最真实的评论好不好 我真的是蛮同意 那个收钱才不会尴尬 因为真的老实说 就是不是要苛责什么单身的朋友 因为真的每个人的际遇或什么不一样 可能标准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会从另外一个想法去想他 就是如果他会觉得 这些人可能觉得 我不想要再扩大我愿意认识人的破 也就是说他不想要再 不一定是降低 可能是放松他的标准的情况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他就是没有那么想要找到另外一半 我就会归结到说 其实他现在一个人也过得很好 就是他不愿意去 也不能说牺牲嘛 因为你每个人总是会有优先顺序嘛 那如果说我要在这个放宽标准这边 牺牲一点点品质的话 那也许我的人生就不那么 惬意或开心 所以不一定是说 他的标准太严格 另外一个方面想是 就是没有那么想要找到一个半 才会 因为如果你真的很想的话 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办法 我觉得这可能是 我还蛮同意 Vicky说的 然后就是除了 因为台湾人其实 这样无论男女 就是自己赚钱 我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 所以为什么我要 我需要委屈求全去 放宽我自己的标准 然后让我自己可能就是 跟这个人交往之后 我会一直看到那个 那个所谓没有到达我标准的 那个小小的缺点了 就我可能就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呢 人生是一直从选择选出来的吧 就是你也会看到说 可能一开始放宽了标准 然后结了婚 然后生小孩之后 发现对方是一个猪队友 你选择下去之后 你也会变成说 这我好像必须要自己承担 但 等一下 我失血点操作 就是最近孕妇 记忆力不太好 我已经忘记我前面要讲什么 怎么办 刚刚是讲到说 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 就是选择很多 你还有一个选择是你可以单身 然后那些已经做选择说 走入一段关系的人 他们并不是没有风险 就是他们也有可能遇到 不好的对象或什么的 意思就是说 你就算现在一时牺牲你的 你放宽你的标准 到最后也不一定得到最好的 所以可能现在很多人就选择说 那我还是坚持 我现在想要的东西 对 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说 就是如果你的心态是 比较能够调整 就是比较有弹性 或是比较健康一点的话 可能我对某件事情 就是假设整洁好了 整洁这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要求 但是如果 我其实是想要说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学习 该怎么调整 对 我自己是一个很有洁癖的人 可是我也知道说 每个人不是都像我一样 我应该要意识到说 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是有洁癖的 对 就是如果我愿意去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那其实我找对象 就不会那么的困难 因为就必须要认识 等于是也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吧 就 对 我觉得还有也有蛮多人 一直找不到对象 是他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来是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 最吸引人 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有些人是觉得看自己怎么样都很差 有些人看自己怎么样都很自信 然后这两种情况其实都很危险 就是其实你是要了解说 你自己对别人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那当然你要了解自己 比较不具吸引力的地方 你要怎么去cover它 没错 那就是假设说 我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的话 然后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段关心之中 假设我们共主一个家庭 我愿意把就是所有家中 就是有关整洁的事情 就是我来处理 另外一半不用担心说 不符合我的标准 然后我会抓狂 我可以自己顾好这件事情 然后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之前的感情 或甚至是去消磨掉情感这样 对啊 这只是打扫只是一个举例 但就跟其他的条件也都一样嘛 比如说有什么条件啊 有什么条件 随便讲一个 价值观啊 政治倾向 政治倾向啊 或者是 有人可能会挑剔说 你家里不能是独子 独生子女啊 有人可能会 反正就挑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嘛 就随便举例 但是就是像 就像整洁这种东西一样 就首先你必须要先 至少认识到说 我设下这个标准 那之后我必须要 做出怎么样的方式应对 如果讲回来的话啦 就是说 当你自己 如果觉得说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 没有那么想要找另外一个对象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过得很好 那就把自己过得很好 让别人也觉得你过得很好 我觉得这样子就OK 但如果说 怎么讲 就是如果你 你是自己是过得比较好的人 但是你又一直跟朋友抱怨说 你想要找对象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说 这样会有点造成朋友的困扰 就会觉得说 你一直在那边抱怨说 你想要找对象 但是都没有看到你在努力啊 就是可能在别人看起来里面 你还是一个蓬头垢面 然后不爱整洁 不爱干净 然后也没有想要让自己 变得更吸引人的人 那以朋友的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会觉得很困扰吧 就是这个人真的有想要找对象吗 但是他又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如果还在市场上在挣扎的人 那如果说你的条件是比较多的话 那应该就要有吸你的预期 就是说 无论这个条件是外在的 还是内在的 那你要有预期说 你当你多设了一个条件之后 符合你条件的人 当然就是会越来越少 那如果你要维持这些条件 不想有任何妥协 但是又想要找到对象的话呢 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那你就要去扩大你认识的人 扩大你的这个漏斗 那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到这个漏斗的 后半部的地方 然后让你可以去做进一步的认识 然后去做选择 但是如果说你本身的认识的人不够 那你也没有一个策略去筛选这些条件的话 那你要找到适合你的对象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样子 真的是很委婉耶 我觉得至少要让自己喜欢上自己吧 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就是 一个机器制造出另外一个巧意思的话 那我会不会喜欢这个人呢 就是我会 我会不会只看到我的缺点 然后都看不到优点 那如果我只看到我的缺点的话 我会怎么去让他变成说 我心目中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人 就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他请进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我讲话特别委婉 而是说 我有时候内心的冲突是 我超想跟对方直接说真话的 就是我内心面真的想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就是说 这些话说出口之后 其实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 那对方也不会接受你的话 所以就会觉得说 那与其这样子 就还是收钱再讲好了啦 收钱再讲 发现那个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收钱 对我真的是这样觉得耶 因为就 就是一方面真的心里很挣扎 你就觉得说 不要被害人啊 你一直讲说 那个单身都是你自己的错 为什么是 他们只是没有 只是没有刚好因缘忌讳 就是每个人的 那个遇到的人不一样而已啊 但一方面你有时候又会面对一些很极端的case 你就是很想要 就希望他付钱来 我就要跟他讲真话这样 像 有时候 我觉得我写文章 也是因为听到一些case 然后就觉得 哇 拳头都硬了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 是跟当事人讲说 你这样不行啦 比如说像我上次就听到一个case 如果刚好是你的话 就不要对他入座好不好 就是上次就听到一个case 就是说 在聊天嘛 就是第一次认识 然后就 无意间 可能某一方就提到说 他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了 这样子 然后对方就还继续追问说 所以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啊 被问的那一方就觉得说 自己的隐私 好像受到了一点侵犯 然后就觉得说 很不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我自己心里面就想 就想说 这个第一次聊天 可以不要问这么私人的问题吗 给对方一点隐私的空间 这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你知道吗 你是说 所以在哪里出生 这个问题太私密了是吗 应该 不是就是跟你在哪里人 差不多的话题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能 对于被问的人的逻辑 就是说 就是已经不小心被你知道 他是美国公民的 然后你还要再问他说 所以你是哪里出生的 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问的太细了 就是第一次见面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知道对方 当是美国公民的话 你大概可以知道说 他是那个在美国出生的 这样子 但我去掉了上下文的脉络 所以可能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 拿出来讲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还好 但你当下 当事人听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傻眼 因为有时候第一次就是 彼此之间的距离 可能还是要有点掌握的 但常常会出现 大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常常会不晓得聊什么 所以就只好考问对方身家 然后就要想办法 要把对方身家 问的一五一十啊 就是问得很清楚 其实很多问题 就是说你在哪里出生 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不是不能问 而是说你要怎么问 然后什么时候问 就是第一次聊天 我觉得有些问题 可能比较隐私的话 可能就不太适合问 当然如果说对方自己讲的话 那个没有问题啦 但如果说你发现 对方是一个 比较保护自己的资讯的人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先 你如果有sense到这一点的话 你可以先聊其他话题啊 尤其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不一定要聊对方的身家 这个我有写在 我的月老的水笔记事里面 就是第一次聊天 不要就把人家身家 从出生到现在都问完好吗 这样子你们之后还要聊什么 很无聊耶 这个不是应该要 就是说应该要慢慢聊啊 就是慢慢地揭开 对方神秘的面纱 有没有 保留一点神秘感 因为常常很多男女 就是第一次 把对方身家拷问完之后 接下来就不晓得 要聊什么 要讲什么话了 对啊 我有几个女生朋友 曾经就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第一次见面 大家身家互相聊完之后 就回去 下一次就没有什么 想要再见面的动力了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真诚地做人 但是真诚不代表就是要把自己的身家全部一五一十地告诉别人 或者是说要把别人的身家一五一十地掏出来 我觉得纯粹就是不会聊天而已吧 就因为你有你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啊 然后你就是因为你想不到你可以问聊一些其他东西 所以你才会一直问 有点像是在面试 就QA 你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这样就会有点无聊 就不像是聊天 对对对 对啊 然后我会觉得这情况就是不太会聊天 因为通常聊天你不是应该一问一答之后 你可能可以附和啊 然后说啊我这边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走在路上遇到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闲聊一些别的 但这种情况听起来就很像是啊 我们一起坐在那个咖啡厅里面 然后就面对 就有点像在面试 对对对 这的确是蛮多人会抱怨的一点 不过这个 这种东西也很难教啦 就是说当然有人在我的意见回馈上面是写说 呃希望大家在来参加活动之前呢 可以先上YouTube 先看一些就是怎么聊天的教学这样子 对对 嗯 真的假的有人这样写哦 他是说他遇到的人都不会聊天 他有点受不了 所以他写下那个回馈吗 呃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啦 都这样 但是他有建议大家可以先上网 先先学习一下这样子 呃因为我的问卷是匿名的啦 所以我也我也没办法去追问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呃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看影片 我觉得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应该可以多一点乐于分享的这种心情耶 因为有时候你遇到QA就是因为你就是你问了一个问题之后呢 然后对方打完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衍生下去 然后就这样子结束 所以你只好再抛出下一个问题 但如果说你可以从对方的回答里面就是直接去讲到说 哦那我的经验是什么的话 其实就是你们的话题就不会一直在问身家 或者在问工作啊什么的 可能就会很自然而然不小心飘倒的讲到生活层面 然后讲到生活之后呢就不小心飘倒的讲到价值观之类的事情 就我觉得就乐于分享的心可能就是要稍微打开一点点自己的心胸吗 我刚刚找了那个问卷调查的那个回馈 他写说我就按照他原始的文字念出来 并不是要占性别好不好 这个人他写说希望男生们可以上网看一些影片文章 研究一下如何自然又有sense的跟女生聊天 括号但不要参考PUA的文章 PUA是什么 PUA是Pick Up Artist 那基本上Pick Up这个片语呢 在英文里面有搭讪女生的意思 是渣男吗 PUA是渣男意思吗 也没有 PUA不等于渣男 但是就是说Pick Up Artist 他们就是这种搭讪艺术家呢 就是他们开发出了一整套的搭讪的一些心理学啊 然后怎么样子去认识对方 如何提升自己的自信 然后去操控对方的心这样子 是很像那个威尔史密斯很久以前那个电影 他扮演的那个角色吗 哪一副 只有他就很会把妹 然后就收钱当顾问 然后站在那个电影另外那个主角是一个白人男性 然后就有点宅 然后金融业吧什么 然后就不太就不太会把妹 然后他每次可能是要帮他戴着耳机 然后他在外面然后帮他聊天这样子 哦哦哦哦对对对 类似这个概念就是PUA 是那个全民情敌Hitch是不是 哦对对对Hitch 对对 马上Google就找到了 哇 对对对 哦那部电影的结尾也还蛮符合 刚刚讲的这段回馈的 那部电影是他收钱 然后帮那个一个男生当顾问 然后可能叫他聊天或什么 就后来那种巧成拙 就是后来那男生就拔到很正的女生 后来那女生就发现原来从头到尾 就是为了什么意思在背后给他意见 最后居然揭开了 其实那个正妹其实最喜欢的是宅男 哦 哦 对 就 那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 所以也许就是可以呼应到 请你不要参考那个PUA的文章 但听起来好像 这个还是蛮童话故事的 因为我真的比较少认识有 听到 喜欢宅男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是 当然我听到比较多抱怨的 对男生比较多抱怨 就是会觉得说男生不会聊天啦 所以就是我自己身为台湾男生 我当然还是会想要帮助台湾男生 追到台湾女生 但是有时候就是有些状况 是真的很难去帮台湾男生辩护啦 所以我自己也是希望说 嗯 台湾男生加油 结尾很励志耶 结在台湾男生加油 诶可是也不一定啊 因为像最近来找你的合作的伙伴 他们我猜他们应该是缺男生吧 对他们是缺男生没错 对他们主要客群是女生吧 白领的一些 对那我觉得就是 其实在台湾就是会缺 优质的台湾男生 OK 所以如果你听到这句话的话 你又自认为优质的话 对就是缺你好不好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那个回台湾 对啊 之后其实有一些潜在的合作机会啦 那可能八月会想要开始试试看 办收费的speed dating 然后看看就是戏骨男生 再加上台湾女生的组合 有没有市场 这样子 那当然很多在戏骨的男生跟女生 其实他们都期待是想要找当地的 那不想要远距离 因为其实大家就是超过30岁之后 我觉得大家对于那种远距离的这种接受程度 其实是蛮低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再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市场 对啊 远距离真的蛮难的 就是除非你是本来就已经交往很久 那还可能还可以双方一起努力 但是从一开始就是远距离认识 真的还蛮难维系的 对 但我也不能 就是说这样子的缘分也不能说 不可能发生嘛 对对对 还是蛮有市场的 我相信 对啊 身旁还是蛮多人找到的台湾女朋友 没错 并不是在湾区 而是在其他地方 然后靠其他方式朋友介绍啊 或者是网络上认识而得来的 所以你有时候也不能 就是斩定且也说 哦 我就是不想找远距离的 因为说不定你的真爱 就真的是在那个遥远的比方啊 对不对 说得真好 这是主持人的结尾吗 就是活动 真爱就是在遥远的比方 下一个slogan 好你们的活动打广告的时候 就这样写好了 我有个朋友 他最近想要写一个部落格啦 然后他的这个文章标题 我觉得写得蛮好的 就是说 他的原文 我就不好意思讲 因为他这个东西还没公布 但他的意思是说 你在寻找爱情的这个过程之中 不但是寻找一个伴侣 其实是在寻找你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他这个讲的蛮好的 因为当你在遍寻不着 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 其实你常常会过头来看的时候 是你自己 那有些人他可以接受 不完美的自己 然后去做改变 那有些人他也许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 所以他就是继续去抱怨说 啊这没有遇到对的人啊 都是累的错 对对对对对对 那当然抱怨别人 会让你心情比较好 所以我也觉得 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但是总是 你有些时间花在抱怨上之外 那也有些时间可以拿来 就是跟朋友讨论啊 或者是说你自己去 看一些书或看一些影片 去提升自己找到另外一半的机会 因为你很难去确定说 到底怎么做才是有效的 但你只能 你能够做的事情 是在任何方面都去做到全方面的提升你的机会 然后去提升你自己的价值这样子 无论男生女生 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都是符合的 今天聊了好多不相关的事情 超过的 很不相关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一直很符合主题耶 全部都在聊那个跟月老有关系的事啊 不是吗 是是是 但希望观众可以就是理解我们的那个思绪 不然觉得 好像跳来跳去跳来难 没有我比我比较是觉得 因为我们其实讲得很很很婉转跟保守 然后会不会就是中间听一听 不知道绕一绕去我们在讲什么 对啊 就是蛮蛮怕会这样 就觉得做podcast不简单啦 因为有时候自己是很熟悉这些故事 跟很熟悉这些脉络 但是真的要讲给一个不特定人听的时候 我是真的是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对啊 所以谢谢听了我们这边拉哩拉扎 不要到处讲故事的你这样 有人帮我下节论也太棒了 我其实今天就不需要下什么 不需要下一个summary了 因为其实主要主轴就是从 肯尼斯为什么想做矽谷月老 然后他目前为止办的实体活动 线下活动跟他私人做的那个月老活动 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到中间提供了一些insight嘛 大概就这样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中间的 对啊 不然还怎么讲 而且其实我本来想说前面还先闲聊一下 自从那个选举完之后 你观察到台湾人社群 但是看来是没什么机会 不过我觉得聊政治跟聊爱情 爱情比较有趣啦 而且就是怎么聊都不会错 对因为就是每个人都只能代表一部分的声音 对啊 对 想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比较不会像政治上的就是大家吵来吵去 这个互相拿证据打脸 无限循环有没有 这个永远吵不完的 但是比较high啊 就是你怎么讲都不会错的东西有什么有趣的 也不会啦 我觉得就是讨论爱情这个事情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很好的话题耶 就是像乔医师去看妇产科医师 然后去做产检的时候 也还可以跟他的妇产科医师聊 我做的这个矽骨月老的project啊 没错 哦对啊 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因为我过定会去产检嘛 然后这边产检大概是一个约会一次 然后一开始可能就还没有跟富兰科医师那么熟 但是后来就是产检多次之后呢 医生一开始进来可能就会 稍微跟你闲聊一下 就说哎呀 就周末做什么事啊 因为我产检通常都是礼拜一 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就 就也没做什么事 但是后来因为开始做戏骨月老 所以我可能觉得他说 哦就我先生就现在有在做一个side project 想要帮台湾人媒合爱情这样子 然后我的妇产科医师听到之后 他就觉得哦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蛮有趣的 他就非常非常好奇的问我很多的细节 就包含说你们的活动是怎么举办的 然后内容是什么 大概有多少人会参加什么的 然后他就还分享了一下说 就是他自己就是身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在这边所看到的一些情况 就是我的我的医生呢 他其实是第四代的华裔 他的老家是在夏威夷 然后他第一代是应该是中 中国就是反正就是华人 然后中间其实也有跟台湾人啊 或是其他的亚裔有在家族里面 就是有很多混杂的不同的亚裔的血统 对然后总之后来呢 他就来到了就是美国本土这边 所以对他来说呢 夏威夷其实是一个有日本人啊 有华人啊 然后有台湾人啊 就是各个亚裔的一个地方 所以对他来说 好像遇到另外一个亚裔 甚至遇到跟自己同样情况 就可能什么我是第四代 我是第五代啊的这种人 就是都非常的稀松品尝 然后一直到他来这边念大学之后呢 才发现 这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耶 就是在这边的亚裔要彼此遇到 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 一开始就是父母第一代移民的时候 不晓得什么原因 他就选择了一个白人很多的地方 在那边就是亚裔非常的少 然后所以你就完全没有机会 可以接触到跟自己同样国家的人 比方说我是台裔美国人好了 就我父母是台湾人 那我就台裔美国人 那我在我的这个小镇呢 我可能会遇到日裔美国人 或者是华裔美国人 可是我就是怎么样 我都遇不到台裔美国人 直到我可能要上了大学 我才会遇到更多的其他亚洲人 然后甚至找到台裔美国人这样子 然后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呢 他们其实在找对象的时候 会稍微有一点困难 那那个困难点是因为 通常就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 就是他们还是会喜欢找到 就是跟他一样背景的人 对 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也许 就是也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之中 就是奋斗了很久 他就觉得说我到底是美国人 还是我其实就是也柔和了一些 就是亚洲的文化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然后在爱情上面也是会如此 对 然后他就说所以当时他有一些朋友 参加了一个就是救国团的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呢 其实全名我也不记得 但是他的小名呢叫做爱之船 love boat 对 然后这个甚至后来有被拍成一个纪录片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以前还有当过就是爱之船的 就是类似小队夫之类的这种角色 这些人呢是 就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就回到台湾 有点像是寻根之旅 虽然说美其名是寻根 可是你因为你在这个爱之船里面会遇到非常多跟你情况一模一样的人 大家可能都就是刚好住在一个没有什么台湾人的小镇 所以我们回去寻根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很多相同被解人 然后就进而会不小心促成一些爱情的发生 然后我的这两个医生第一次跟我分享了这个之后呢 就我也觉得 哦原来就是在这边的亚裔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后来他就还有跟我说 就是其实这边有一些医院里面的医生呢 即使在这边已经是甲州非常多的华人 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要找对象没有那么的容易 然后所以他很可爱 就很认真的说 你可以把就是矽谷月老的这个名字 就是完整的写下来 然后告诉我就是到底要去哪里 可以找到这个参加活动的页面吗 我想要跟我的同事讲 对 然后我就立刻打开我的手机 然后翻出矽谷月老的本事页 然后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冲下来 然后就说好 我会再跟我的同事就是说一下 一直想我现在一边在Google 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正式的活动 就什么海外华裔青年暑期反国延期 没错 之前其实有一个台美人就是想要拍纪录片 然后再募资 因为就是的确是有蛮多情侣 他们是从爱之传的这个活动 然后认识彼此 然后结婚 然后就生出了台美人第二代的结晶 然后有一个第三代这样子 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活动也许有点 怎么讲就是历史悠久 但是的确是促成了很多姻缘跟良缘这样子 对 算是一个历史悠久 然后蛮无忧的活动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矽谷月老 就是专门做台湾人跟台湾人 其实我觉得就跟就 这边的亚裔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为第一代跟第一代 其实是最容易会有共鸣的 第二代跟第二代也是 台湾人跟台湾人也是 对 所以这个市场虽然很小 就我的副台湾人跟医生一直说 这个市场其实蛮Niche的 就是一个立即市场 对 但是其实大家都希望 可以在这个立即市场里面 就是真的就可以找到对象 对啊 我是觉得真的蛮有意义的 只是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形式上面 可以更有效率 就蛮难的我觉得 那肯定是还没有想到其他的 想要补充的 哦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即便是华裔 但是在要在加州 要找对象也都是很困难 让我想到就是说 其实我被inspire 引发我做这个project的 其中一个动机 前面忘了提 就是其实跟我去年 在Netflix上面看到了 印度媒婆 印度媒人吗 对对对 就是Indian Matchmaker 其实也有点关系 因为他就是在美国啊 或者是在印度啊 到处帮这种印度人 再找印度人的另外一半 因为可能他们住的地方 没有什么印度人 所以就是要找对象 比较辛苦一点 然后我就看了 那时候就觉得 哇这个好像蛮有意义的 然后也的确是很多 因为台湾人的处境 可能就跟那些印度人很像 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想要找 相同文化背景啊 然后相同这个文化脉络的人的 的另外一半 因为又再加上 身旁的单身朋友 有时候会complain说 啊 台湾女生 或者是台湾男生 很难遇到啊 所以就想说 嗯 来做这个project看看 那主要就还是 很多人在问我说 诶 有没有做华人啊 有没有做Chinese啊 这样子 然后我的回答是说 如果你要找Chinese的话 或者找ABC的话 其实Dating App啊 或是两颗红豆啊 是中国开发的约会软体 其实上面很多 很多中国人 或很多华人这样子 其实不一定要透过我 但是如果对我来说啦 就是做台湾人 或做Taiwanese 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卖点 对 就是毕竟在戏谷 要认识到台湾人 我觉得还是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这样子 对 就是除了是卖点之外 但是对你自己也特别有意义吧 就你自己想要做这件事 对对对 没错 因为有时候就是 你人在美国的时候 你其实会特别想要 跟自己 以及跟大家讲说 I am Taiwanese 这样子 嗯 对啊 好 我觉得算是蛮完整的据点 我说今天啊 因为你最后还回到了 就为什么想要做 Taiwanese 西谷越老 这边 觉得很棒 有来宾非常优质 自己收尾 对对对 自己收尾了 好哦 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们这对couple 就在他们的儿子 菊喵即将出生之前 还来上近期最后一次的节目 真的 希望下一次节目 可以就是来跟你讲一些好消息 好消息 你是说其他人match吗 还是什么意思 对 希望有人真的因为这个 找到另外一半这样子 正式的找到男女朋友 我还想说 你是要在节目上 再宣布又怀了下一台 之类的 好消息 这个跟观众大概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没关系 大家比较想要知道说 这个project到底是 到底进行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大家比较有兴趣的 因为我常常是觉得说 你有时候你也不能怪说 在做这些 无论是你来找你的合作伙伴 或是戏骨月老 或是这些东西 就是是 没什么营养 不是没什么营养 应该说 没什么效果或什么的 因为就 大家就是要尝试 你才会知道 而且就是爱情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你的爱情不在这里 不代表别人的爱情不在这里 对啊 没错没错 好哦 那就这样啦 我们来跟听众说拜拜吧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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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